肝病之是百科,两种非病毒性肝炎与肝炎中的超级杀手 自讨苦吃的酒精性肝炎,酒精本身会直接或间接破坏肝细胞 抑制肝细胞合成白蛋白,不但会造成酒精性肝炎,导致肝的纤维化,久而久之甚至会变成肝硬化或肝癌 根据研究,每天摄取50克的酒精,连续一周就有可能出现脂肪肝的现象 连续几年就有可能变成肝硬化,肝硬化之后,得到肝癌的机会就大大的提高 越补越大动的药物性肝炎,药物性肝炎的病情有轻有重,从慢性肝炎,肝纤维化或肝硬化到急性肝炎,等等 万一引起猛暴性肝炎,则更可能在短期内回偏伐术,提命呜呼 台湾每年因此而丧命的民众有将近数百人之多 究竟什么药在什么情况会对肝脏产生毒性呢? 问题可能出在药物本身,服用剂量或体质的因素上 服用剂量,有些药本身没有毒性,但在代谢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有毒的中间产物 万一毒素的量太大,超过了肝脏的负荷,肝就会中毒了,体质,有时候相同的药,相同的剂量 对大多数的人没问题,对某些人却会产生肝毒性,这与个人的体质有关 肝炎中的超级杀手,猛暴性肝炎,在所有的肝炎中最危险的要算是猛暴性肝炎了 这是最严重的一种肝炎,无论哪一种原因引起的肝炎,都有可能引起猛暴性肝炎 全部的肝细胞在短期间内全部坏死,肝功能完全丧失 肝脏的再生能力完全跟不上肝细胞破坏的速度,病人可以说是处在无肝的状态 所以死亡率极高,根据国内某些医院的统计,其死亡率甚至高达80%以上